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NYE 今天帶來的是聯盟戰棋10.22的版本講解 上個版本經歷了仙靈之亂的閃電狼 雖然後面有一些細節的版本調動 但閃電狼之亂維持了整整一週之久 這一期的內容在把閃電狼修復之後 就差不多已經做好了 但由於隔週馬上就換新版本了 所以就乾脆放到今天把新版本的東西也一起講完 那再來一起做這期影片 在正式進入講解之前 先公布一下上期中獎的觀眾名單 然後就是我的頻道會員現在有在辦一個活動 只要你是訂閱的頻道會員 都可以參加抽iPhone12的活動 這個活動的詳情大家可以自己看連結 看這個活動的詳細規則 另外由於外服28號就出L2M的手遊公測 所以之後戰棋的解說影片會變成兩個禮拜一根 有大改版的版本我才會來做影片 然後中間那個禮拜我會上我指導觀眾下期的指導期影片 這樣子的話我想可以讓大家更好的去檢視到自己哪裡下的不太好 好啦那廢話不多說該進入我們的正篇講解了 首先先來講講在閃電狼下去現在版本的T0陣容 以最穩的上分最強的陣容來講 T0陣容 忍刺 先鋒秘書阿里 神射手 其實三套陣容沒有誰強誰弱 高分段玩家都知道就是誰玩的好 那哪一套陣容就比較有機會吃雞 今天的話會著重在神射手的部分來講 忍刺跟阿里在新版本中是有被削弱的 神射手的部分我教的玩法後面這幾套陣容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羈絆的部分的話影響比較大的應該是忍刺的削弱 還有炫光使者有調整 四炫光現在降的%數會變成80% 雖然秒數都是變成8秒 不過除非絕大圈打物理陣 不然應該不會有人特別去掛這個東西 血月的話這版本贏來了一個重大的算是加強吧 有天選之人的血月現在給加里歐的星數是會算雙倍的 假設你二星天選伊莉絲給加里歐就變成四星 這樣子你的加里歐的強度會提高很多 所以血月這版本在中期的過度應該會非常的強力 應該會開始有不少人血月了 然後護盾的天選同樣會有一個額外的兩秒的護盾雙倍的效果 然後就是神射了 神射這版本的兩神射是加強 六神射是削弱 四神射手是不動 本來我就不玩六神射嘛 兩神射手的情況下也許可以開發成拼多多的陣容去玩 不過我覺得四神射手應該還是有他的強度跟地位在 再來就是下版本的範是有大加強的 全方位的一到三星都加強了 這下版本搞不好有人會去賭範 那我是有四的幾把 效果不是很好 等各位觀眾去發掘 那必須要說一下的是幾張比較重要的卡片的改版 首先是阿卡莉這版本魔力的回復 阿卡莉放招完之後放大天使很快可以回魔 這個大家都知道 原本會有個一秒鐘的延遲 現在這個延遲變成1.25秒了 再來就是這個阿里的傷害 一星跟二星的傷害都被砍了一點 這兩個點算是影響蠻大的 然後五塊錢的卡 由於李星現在配光有點太強 所以李星得到了一點削弱 那EZ跟賽特有一個比較大的加強 所以這兩張卡使用率應該會變高一點 那其他都是一些裝備的小調整還有卡片的小調整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颶風劍的AD下版本是給100% 算是蠻強的 那其他都是小動小條 我就不特別說明了 要來講一下今天影片的主軸 就是關於神射手的部分 那先講一下神射手的幾個大原則 跟一些必須了解的觀念 首先神射手其實分成很多種運營方法 不論是傳統的盾射 先鋒祕術神射 或者是柴神神射 共通原則就是 能不要蹲太低 盡量不要蹲太低 除了柴神神射是可以蹲低以外 另外兩種如果你蹲低了 通常後期都不會過得太舒服 這個部分的很大原因是因為 這個版本的四費卡 很多牌會跟其他人重複使用到 通常一場神射23加 阿里23加 然後一加忍刺 最後一加有可能是一些天狐的 或者還是玩刺客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牌會被共用到 特別如果你要玩先鋒祕術神射的話 你的劍魔跟珠妹很可能會抓不到惡心 所以這種情況下 你就可以考慮去玩盾射 但是如果你是逆封完 你的血量沒有容錯的話 很容易一兩波就直接死出去了 所以玩神射必須記住 能不蹲千萬不要蹲 那前期能升等就盡量去升等 質疑就是怎樣判別人能不能升等 就是你在花錢升級的過程中 如果你覺得這邊升級 你可以多補一個蠻好的羈絆 或者蠻強力的卡的話 那就可以選擇直接升等 像這裡由於我是三財神開局 本身財神是一個比較偏弱勢的羈絆 所以這裡只要能湊得出4塊 我一定會升等 因為三財神你升等不一定能夠連勝 但最起碼如果你這樣子升等 真的打輸了 那也不會被扣太多血 而且財神本身就是金錢的來源 不論輸或贏 只要你能夠打出福袋的那一波 都會把該給你的全部都給你 那如果說2-1你在沒有升級的情況下贏了 你也判別不出來你可以再補什麼 那你可以選擇在2-2的時候 再進行最佳升等的動作 那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說你前面這邊已經升等了 2-1或2-2升 那我會建議你在玩神射手的時候 2-5最好也要去升5等 然後去嫖3塊錢的天選機率 還有5%的4塊錢機率 像這裡就嫖到了這個阿黎 升5等有個小細節 如果不卡利息的情況下 提前卡好那個經驗 那把那個經驗變成8撇10 那他下一關就會自動升到5等 這時候出來的排庫就是5等的機率了 那由於神射手真的非常的吃運營 所以前期的細節一定要做好 如果說真的很不幸的你細節已經打好了 還處於一個血量比較差的情況 那你可能就要考慮去提前的啟動 那用錢的方式去換你的血 就像這裡一樣 提前的拉到了7等去刷天選 神射手的天選其實很多人可以抓 特別是在這個7等低牌的時候 那首先一定是先考慮4塊錢的 雷紋 劍魔 蛇女 珠妹 這些都是可以拿的 當然你也可以拿神射手的提摩跟金克斯 提摩跟吉印克斯的話會推薦 如果你在4張節才拿 盡量就要拿神射手的 不要拿戰華也不要拿這個財神的 反正如果是4塊的天選 一定先抓下來止血 因為你這邊如果不抓下來止血的話 你要再滴到一張更好的 其實要花很多的錢 而且可能會整場找不到一張合適的天選 所以通常只要有一張4塊錢 還可以用的天選 我們就會先拿著用 反正現在4塊錢的你賣掉也不心疼嗎 只會虧1塊而已 那這時候根據你前面抓的這張天選 那你會看你的質量決定你要不要去換陣容 你如果說質量已經有提到一個程度了 那當然前面抓的那張天選 自然就可以考慮去換成更好的 但如果說你的質量沒有一個非常好的情況 就會建議把那張天選給留下來 用這個天選去做羈絆的延伸 像這裡我就選擇了去延伸這張雷紋 去走成4木射 然後掛神射手的羈絆 那這裡不上4盾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我這裡再上4盾的話 整個團隊是沒有傷害的 現在的傷害仰賴於雷紋的四木射 以及吉英克斯的導彈控制 用過這樣的方法去撐過我的中綺 與此同時我一邊也在抓4塊錢的劍魔跟豬女 原因是因為我現在的前排質量 可以看得出來是非常薄弱的 只有雷紋一個可以頂在前排 那有傷害 那其他人的話其實效果都不是很優 那至於為什麼其他人的質量會這麼差 也就像我前面講到的 因為這版本大家都會去拿這些牌的情況下 就會讓你的這個質量很容易會不是這麼的好 我們這一把去選擇走雷紋 沒有走先鋒祕術 也沒有走財神 已經是剪了大家的肉了 沒有人在玩這個東西 所以我才選擇去走雷紋的 這也是這個版本的神射手 之所以可以處在T10 然後屹立不堯的原因 因為他的這個轉陣非常的靈活 可以替換的也非常的多 沒有說一定要鐵頭 就是長一樣某個陣容到底 你只要把你質量比較高的放上來 那通常你的血量就不會太慘 那後面這把也是成功用這樣子的過渡 跟這個質量去追到了三星雷紋 那由於是獨家雷紋 所以追到雷紋三星的機率就高 順利的用雷紋三星幫我打到吃雞 那當然雷紋三星這把算是一個極端 幫我吃雞的局 狗爛分的話要怎麼樣去狗呢 那大家來看一下這一盤 這一盤也是同樣差不多的劇本 這邊本來也是想靠雷紋 不過雷紋看起來是有點遠 所以我這邊就是直接升級 先看這裡天選進到有什麼東西 有神社能抓的就先抓下來 本來想用盾的嘛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盾的質量實在太差了 而且這邊進了一張很關鍵的 先鋒史瓦尼進來 這個先鋒史瓦尼呢 我就會決定直接想要去跳車轉陣了 那直接選擇跳去放四千鋒 然後搭兩秘術的情況 那如果說這邊後面沒有先鋒轉職的話 我就不會放四千鋒 我會把史瓦尼賣掉 但是賣掉前提是你已經有劍魔二 或者有沙皇二星 才會把這史瓦尼賣掉 去找別的天選之人 那成功的靠著這張史瓦尼幫我過度的中期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的中期其實質量很爛 但是因為有這張史瓦尼天選的關係 所以我過的不是很慘 而且成功的存錢存到了要可以上八的情況 很多人為什麼運營玩的不好 就是因為在這個四章節 你會漫無目的的一直去想要提你的質量 然後瘋狂的D牌 但其實你稍微有一定的質量 就可以稍微停下來了 瘋狂的D牌在現在D加的這個機制改掉之後 其實很多時候你會過的很痛苦 雖然現在的版本把樹上等級強度給削弱了 但不可否認的是 很多時候升等這件事情還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邊運氣很好 有一張先鋒史瓦尼 然後還噴了一個先鋒轉職 這樣先鋒轉職的話我就可以上四先鋒了 最後也是很順利的給我狗到了前二 那用這樣子質量看起來不是很優秀的陣容 去狗到前二最後打輸了這個觀眾的土豪陣 土豪陣一看就贊贏不了 因為這個土豪陣造價已經比我們這邊碾壓了不知道多少錢 那所以給大家最後總結一下沈刃手的幾個關鍵要素 首先第一點 沈刃手絕對不要蹲 運營會非常的重要 中期任何四塊錢的天選能用的就先用下來了 不要考慮這麼的多 根據你四塊錢的天選去做轉陣的部分 裝備的話 幾英克斯 水銀 關刀 鬼鎖 近的話 GA 巨殺 或者鵝魚無盡都可以 看場上的先鋒 還有鬥家哪個多 因為下個版本沈刃手沒被砍 其他人被砍了一刀 沈刃手應該可以繼續維持著他T1的地位 如果黑帽出一些新陣容的話 我會再趕緊的給大家做緊急的影片加急介紹 那如果沒有的話 下週會上的就是指導觀眾下期的影片 那這一期的話一樣有抽獎 大家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訴一下我 你覺得你學戰棋最困難的地方是在哪個點上 本期影片就差不多告一個段落了 我是NYE 我們大家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好 谢谢观看